您好 欢迎收看4月17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112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22号起 1.6天将在新竹举行 台中县派出了350人组成代表队 参加13项的竞赛 其中又与柔道举重角力等项目 夺牌的呼声最高 而来自台东高中的举重选手周嘉宜 更有望打破纪录 县长饶斯林17号也亲自卫队受其鼓励 大力挥舞县旗呼喊口号 台中县代表队展现势在必得的气魄 被视为全国国高中学生最高运动竞技殿堂的全中运 22号起1年6天在新竹县举行21种竞赛项目 台中县组成350人的代表队参赛13项 17号由县长饶斯林亲自受其勉励 金牌拿到吐 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这次的代表队 所有的选手在出发前回来的当中 都能够享受运动给你带来的成就感 台东县作为体育大县 绕斯林齐勉选手全力以赴的同时 更重视发挥运动家精神享受比赛 而今年台东县夺牌呼声高的项目 包括柔道 聚重 田径 滑轮溜冰以及角力 其中来自台东高中的聚重选手周嘉宜 在45公斤集中又望夺金破纪录 就是可以拼金牌 然后再突破自己的成绩 就抓62然后挺80 他今年度以及去年度的杯赛都是冠军 所以最近训练以及比赛的状况都还算不错 另外台东代表队在已开赛的竞技体操项目中 冰冒国中沈明勋分别在地板 跳马竞赛 夺得银牌以及双杠铜牌 期待后续22号开幕后 代表队再传家机捷报 未现争光 继续商量会台东市报道 好